恒大在江苏小镇上的万亩楼盘 周边荒芜人烟 可以说是 万万没有想到呀 真的是太震撼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 启东海上维尼斯小区 这个小区呢非常的特殊 虽然说行政上不属于上海 但是买房群体主要是上海人 南通本地人觉得这边比较偏 大多数房子被上海人买走了 小区除了高层和洋房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别墅 这些别墅在本地人看起来比较贵 但是在上海人看起来 简直就是白菜价 在地段上 本地人看起来是非常偏僻的 它不在南通市区 也不在启东市区 而是在启东远郊区的一个小镇 确切来说是小镇的一个郊区吧 旁边就是大海 这边连很多庄稼地都没有 很多本地人就说呢 这边可以说是鸟不生蛋了 但是在这样的地段 恒大拿了一万亩的地 总规划四万户 而且大多数房子竟然卖完了 能容纳十几万人居住 恒大官方说的 这个小区总投资1500亿 感觉跟投资1600亿的海花岛 也不相上下了 从规模上来说 确实跟海花岛不相上下 海花岛占地面积一万两千亩 总规划户数跟这个小区差不多 都属于文旅地产 除了这么多的住宅之外 还规划了很多文旅配套 就像各种温泉馆 商业街 五星级酒店 各种博物馆 要知道这些商业街 博物馆 温泉馆 短期之内可是很难编线的 当然了 大多数上海的业主 也是冲着这些配套 来这边买的房子 之前呢 我在上海那边 坐过恒大的班车 来这边看房 当时是2018年 这个小区的高层房价 卖一万块钱一个平方 每天呢 从上海市区拉人 来这边看房 免费车接车送 不过到现如今呢 房价真的可以用腰斩来形容 当年我所看的房子 一万块钱一个平方 现如今呢 二手房成交价 也就四五千一个平方吧 与此同时呢 很多上海人 来这边买的别墅 价格也跌了非常多 别墅的成交价 也就六七千 七八千一个平方 两百万块钱 就能在这边 全款买一套别墅 要知道 两百万块钱 在上海那边 仅仅是一套 普通住宅的首付 这边靠近大海 恒大方面 也修建了很多生活配套 环境非常好 空气比较清新 房价如此便宜 因此呢 这里的房子 对于住惯了老破小的 上海人来说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尤其是吸引了 很多上海人 来这边买房养老 但是 也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吧 首先呢 就是交通不方便 第一次我坐搬车 来他们小区 一来一回 光在路上的时间 接近四个小时 假如说 自己开车的话 需要走 两个跨海大桥 而且这个跨海大桥 是需要掏 过路费的 在路上 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很多人说 这个时间 完全可以去海南了 总而言之呢 感觉这个小区 非常震撼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小区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 好了 今天这条视频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